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张大春炮新闻进行的单元 周成功的生命科学 周成功老师国立阳明大学 退而不休的教授 为我们主持这个单元 已经是第49堂课了 这堂课的主题 认识男女性别寿命的差异 男人女人谁活得比较久 好像历来大家都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了 都有了答案 但是这里头还有很多科学的细节 我们请周老师我们介绍一下 认识男女性别寿命的差异 我想首先我提出来一篇 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个分析 美国医学会杂志 英文叫JAMA 这是非常权威的一个医学杂志 2023年就去年 他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论文 一开始当然是先介绍 就是说美国女性预期的寿命 他们的报告就是说 2021年 女性 美国女性预期的寿命 比男性长了六年 那这个是近30年以来 两性之间预期寿命差距最大的一年 什么叫预期寿命 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预期寿命 就是你可以预期 你可以活到几岁 就比如说看这位先生 或者这位女士 对 没有任何资料 不管这个是一个等于人口普查的一个资料了 就是等于一个统计了 就在这个统计过程中间 我们说2021年 女性活了平均的年龄是多少 然后她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计算 就是扣掉她的死亡率 什么什么 然后得到的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简单的简单的想 就是说我预期在这一年里面 女性应该可以活到几岁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所以2021年预期寿命 女性比男性长了六年 这是30年以来 两个性之间预期寿命差距最大的一年 到了2022年的这个差距又缩小了一点 女性预期的寿命在美国是大概80岁 男性的大概是75岁 差距变小了 对 只有5.4岁 这个其实下面会谈到 就是说为什么2021年差距最大 那我们可以想想2021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很简单的讲 就是COVID-19的那个大流行了 那在台湾呢 2023年就是去年男性跟女性平均的预期寿命呢 是大概是77岁 男性是77岁 女性是84岁 接近84岁 接近84岁 所以差距实际上是比美国的来得大 因为都活得比较老了 都活得比较久 都活得比较久 但是差距也比较大 6.8岁 对 也接近7岁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距呢 那当然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原因 一个最简单 大家的想法就 也许女性比男性活得更久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判断 但是有没有可能男性 有些男性 他的寿命比较短 是因为男性比较更容易发生意外 像一些暴力事件 或者说是这个交通意外 让他的那个年 死亡的年龄就比较轻 那这样子算下来呢 他的这个预期寿命就比较短 那这篇报告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研究人员呢 就分析女性 寿命比男性长 他们分析出了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新冠病毒 就是新冠病毒的感染 那他们认为感染新冠病毒 造成的死亡率 男性高 这是造成最近性别寿命差距 扩大的一个原因 那很简单的说 就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得 其实简单的讲说 男性一般来讲 就比较有糖尿病 心脏病 这种慢性疾病的比例就比较高 那带着这些慢性病的比例的男性呢 如果感染到新冠病毒 他就容易变成重症 甚至死亡 所以他的这个死亡的风险 就比女性大很多 那另外一个在美国社会 其实另外一个现象 这个在台湾的社会比较少 就是说男性面临一些什么呢 面临一些男性气概的这个想象 让他们在这个疫情高峰的时候 他比如说他拒绝戴口罩 这个心理的状态 对他要表现 这个男性的气概 不怕感染 然后他拒绝打育苗 那其实有非常多的调查都发现 女性是比较更倾向的去遵守 公共卫生专家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像在疫情期间 那要戴口罩 要洗手 要保持社交距离等等 女性比较守规矩 对对对 女性比较守规矩了 那这个是新冠病毒造成这个男女 预期寿命的这个差别的原因 美国也很强调这个男人的那个 那第二个原因呢 可能就是生物学上的这个差异 那我们知道女性身体会分泌这个女性荷尔蒙 那女性荷尔蒙一般来讲具有保护心脏跟大脑的作用 而且能够降低身体的这个发炎反应 比如说提高这个骨质密度等等 这些具有保健的这个功能 那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这个例子 就是说女性在更年期后 她的这个女性荷尔蒙的分泌量呢 会急剧的下降 是 那这个呢 很可能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女性心脏病的发病的高峰呢 比男性晚了差不多将近十年 就说她是要等到更年期之后 她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的才慢慢慢慢增加到高峰 所以她发病的时间就比较晚 是 那对生物学上造成男女性别差异的这个课题呢 我想我们下次会有机会呢 做一个更仔细的这个讨论 就从生物学看男女性别 对 就从生物学上怎么来看 那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压力管理 那男女在处理异常生活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呢 用的方法常常是很不一样的 男性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呢 下面呢往往就会像采取像喝酒啊 抽烟啊 这种对健康有害的行为啊 而且他们没有适当的这个社会脉络 跟管道呢来发泄 来抒发这种压力 他就是没有人来倾听他的这个抱怨了啊 他自己又要男性去盖 对 简单的来看就这样子 那相反的呢 女性就有更多的管道啊 比如说可以像朋友啊 家人啊 倾诉他的烦恼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大大减少了他们的这个心理压力 这是一种更健康的这个习惯啊 所以这个也许也是造成男性寿命比较短的一个原因 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输压 对输压是很重要的 是一种健康习惯 对 是我过去在这个谈老话的这个课题里面 我讲过啊 有一个怎么样延缓老话 有六字真言 有六个字 前面三个字 叫多运动 后面三个字呢 就是少压力 就你能够做到多运动 少压力 你的寿命应该就会比较长 就是老化的速度就会变慢了 是 这是压力管理 对 第三项啊 那第四个因素呢 就是医疗管理啊 根据这个美国CDC 就是美国疾病控制和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啊 就发现呢 从年轻人到中年 女性呢 比男性看医生的频率更高啊 嗯 那到了65岁以后 差不多九成以上的男女呢 都会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是 女性通常对自己的健康呢 会更注意 那有许多预防措施 这个是主要是讲在美国了啊 像子宫颈癌啊 乳癌的筛减 已经成为女性生活文化中间的一部分 嗯 那相反的男性 像对大肠癌 肺癌 社会腺癌的这些筛减 方法在那里 但是男性常常会很偷懒 嗯 就不喜欢去做啊 就是汇集记忆 对 最明显 对对对 哎呀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 所以这个是 这个也是会造成这个男女寿命中间的差异 嗯 开车经过医院 就算是看医生了 对对对 那最后一个因素呢 是大学教育 那大学教育的差距 在美国也是造成女性比男性寿命长的一个原因 2021年的统计呢 25到34岁的女性中 有大概46%的人呢 拥有学士学位 是 男性只有36% 那这个是在国外国内 这个在美国 这个在因为这是加码的文章 差10% 对 所以这个差距呢 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呢 就会让比较多的男性去从事 体力要求比较高 或者比较危险的工作 嗯 那另外呢 教育水平在美国啊 也会影响他们在职业生涯中间 获得什么样的医疗保险 嗯 你教育水准高 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生涯 这个生涯中间 你的地位比较高 你就能够比较获得比较好的这个医疗保险 那这个在台湾当然这个这一项似乎这个影响呢 因为我们有全面健保啊 所以这个可能就不重要了 是 那男女的寿命啊 对 那这个差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这个男女寿命的这个差别啊 其实是从出生就开始 嗯 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不同年龄层的男女 她的死亡率 是 新生的男婴 男孩的死亡率呢 一般都比女婴高 嗯 那这种差距呢 一直到青少年的时候呢 还持续存在 嗯 但是原因不同 对 可能原因不同啊 青少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暴力啊 因为药物啊 因为这个交通事故 很危险的 交通事故 嗯 那到了老年的时候呢 男性的死亡率呢 仍然高于女性 那这个可能是因为男性有比较多的这个慢性病的问题 那男性呢 又有更高的比例呢 像抽烟啊 喝酒啊 使用药物呢 这些原因啊 这些原因 那所以 真正要去了解 就是说到底 生物学上面造成男女寿命差别的这个因素啊 到底有多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五个原因中间就一个是生物学嘛 其他都可能是来自社会文化 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啊 那所以 怎么去把这些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把它排除 来看 就说这个男女在这个 什么样的情况下面 他们可以呈现出来这种寿命的差异啊 那2018年呢 丹麦的科学家就想到了一个方向啊 他就说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社会 社会里啊 他正在遭逢极端的死亡风险 嗯 比如说像这个 饥荒 是 瘟疫 啊 或者是这个 这种在奴隶社会里面 啊 就说死亡风险非常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 在这种死亡风险非常高的社会里面 他男女性别寿命的差距 会不会缩小 嗯 因为 在极端死亡风险高的社会里面啊 那那些其他的社会文化的因素 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小 嗯 嗯 那这个时候 反应在这个寿命长短的 这个或者死亡率高低的这个 上面呢 最重要的可能就还是 生物学上的这个 生物上 这个因素 那所以他们就从这个方向的下手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们从历史文献中间啊 嗯 去找 找到了七个啊 在极端条件下生活的人群 有非常详尽的这个人口记录 嗯 那这个极端条件我刚刚讲了 包括大饥荒 包括瘟疫流行 还有一个在这个奴隶社会里面 哎 我们之前介绍过吧 对 讲到过这些 我们过去介绍过两个例子 嗯 一个是这个农业集体化 造成乌克兰 1933年的这个大饥荒 嗯 死亡人数 超过350万 在350万到500万人之间 那另外一个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 这个1845到1849年 这个爱尔兰 马铃薯欠收 对了 造成的这个大饥荒 那超过200万人死亡啊 那其他一些例子都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这个在西方历史上的这个记录啊 嗯 比如说像这个1846年 跟1882年啊 1882年啊 在冰岛 嗯 发生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麻疹的大流行啊 造成死亡率非常高啊 那这两次疫情的发生呢 那这两次疫情的发生呢都是因为当年这个丹麦的商船啊到冰岛把这个麻疹呢带进去了 嗯 而恰巧又碰到恶劣的天气是跟一些不卫生的这个居住环境啊加速了这个麻疹的这个传播跟死亡 嗯 这是这是他们选的两个例子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苗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苗啊 死亡率其实非常高的啊 那另外一个我们都很少听过啊 就是说1772年到1773年在瑞典 嗯哼 在瑞典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规模最大 但也是最后一次的饥荒 嗯 所以从1773年之后瑞典就没有再发生过任何大的饥荒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知识了 是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 我觉得更有趣 这个是在赖普瑞亚的这个黑奴 赖普瑞亚我们知道是一个非洲的国家 但是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他怎么他怎么成立的 嗯 那从1820年到1843年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废奴的运动 到高潮引发这个南北战争 是 造成废奴啊 禁止黑奴 那禁止黑奴以后 美国社会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黑奴解放之后 该怎么办 嗯 该怎么办 那于是在美国就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基金会 一个很大的基金会 就鼓励啊 这些解放的美国黑奴呢 说你们可以回到非洲啊 去建立你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还花了钱 跟这个当地的那个一个一个土皇帝了 买了一大块地啊 就说哎 你们将来就是跟美国的解放黑奴说 你们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移民 同时你们在这里呢 可以建立你们的国家 是 那所以在这一段 1820到1843年中间呢 就有很多人冒着风险呢 来到赖比瑞亚 而在赖比瑞亚真的到1847年 正式宣布独立 但是呢 从美国的黑奴到了这个非洲 他们就碰到了一个跟自己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 这个卫生环境也不同 流行的传染面也不同 所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录 是4472个黑人的移民到赖比瑞亚 从美国到赖比瑞亚的移民 中间在第一年之内就有43%的人死亡 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明确记录到的一个最高的这个死亡率 这些人原来不是从赖比瑞亚来的吗 还是说他 美国的黑奴 南方的黑奴 他的祖先不知道 对对对 这个变得不重要的 就是他在美国的 他在美国南方长大 那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 解放了 来到一个比较可能脏或者危险性比较高 对对对 就是传染病的形态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43%的人死亡 那最后一个例子是英属千里达农场中间的黑奴 那千里达是唯一的一个 由伦敦直接控制的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殖民地 那当时伦敦也有这个废奴运动 废奴运动呢 就要求呢 千里达政府必须每年去登记 奴隶的这个黑奴出生的日期啊 年龄啊 等等 没有登记的黑奴会被王室没收 是 所以这个时候奴隶主呢 这个主人呢 农场的主人呢 就有很强烈的动机呢 去遵守这个命令 很详尽的记录了 这个不同年代里面 这个黑奴的年龄啊 出死亡跟出生的人数 这个记录呢 是从1813年到1816年的这个记录 他们拿来分析 是 分析了这七个例子 发现女性的生存的情况呢 都比男性好 几乎在所有年龄层的女性的死亡率 都低于男性 除了一个在千里达的黑奴之外 这个女性的平均寿命都比男性更强 那这个推救的这个原因啊 就去分析在不同年龄层的死亡率 看看哪一个年龄层的死亡率最高 是contribute 就是会造成这个整体的这个 差距 寿命的差距 结果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发现婴儿的死亡率的差距 怎么说 婴儿死亡率的差别呢 是造成预期寿命差别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表示什么 这个表示呢 新生婴儿 在极端死亡的风险下面呢 仍然比男的婴儿呢 更具有存活的优势 新生的女的婴儿 女婴 新生的女婴 在极端死亡 在极端死亡的风险下面 的环境下面 仍然比男婴 有更多 活下来的机会 活下来的机会 那这个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女性生存优势 不是 这就是说在极端 严酷的这个 社会条件下 女婴的这个生存能力呢 优于难适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张大春炮新闻 进行了单元 周成功的生命科学 周成功老师 我们带来的第49堂课 认识男女性别 寿命的差异 方才我们提到 在历史文献里面 有七个 在极端条件下 生活的人群的人口记录 透过这些记录 看得出来 在那个极端条件 包括大饥荒 大瘟疫 还有黑奴 黑奴 这个非常严苛的 生存环境之下 女婴 新生的女婴 在极端死亡风险下 比男婴更能够存活 这个也就证明了 女性生存优势 是有它基本 生物学基础的 所以这个其实 就是我们要这样想 就是说在这个面临 很多很复杂的 这个社会因素的时候 在极端 比如说大饥荒的时候 这些复杂的社会因素 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这些社会因素呢 差距就变成是最小 男婴跟女婴 说周围的环境 或者说碰到的 这个社会因素呢 差距可能是最小 甚至呢 有一些社会因素 反而是对男婴更有利 对不对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女婴的死亡率 或者生存率 仍然比男婴高 表示这些社会因素 可能是次要的 可能是比较不重要的 这个女性生存优势呢 可能真的是有一些 生物学上的基础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例子 就是说从历史文献上来看 在大饥荒的时候 不同年龄层 男女的这个死亡率 中间的这个差别 那从分析这个男女性别寿命差距的这个数据中间 我们另外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预期寿命中 健康的预期寿命把它拉出来 就是我们平常讲说预期寿命就是到死亡 比如说我今年75岁 我的预期寿命还有7年 就是说我可能到82岁死亡 但是没有谈到 在这个数据中间 没有办法看到 我现在的健康状态 跟我要死亡的那个健康状态 所以把这个预期寿命中间的 这个健康的预期寿命 就是说我今年75岁 我的健康的预期寿命 当然就不是7年 对不对 一定比7年短 是 也许只有3年 那就是我预期 我从今天到78岁 我是保持健康的状态 后面还有4年苦日子 对后面还有4年苦日子 那这个是叫做健康的预期寿命 把它拉出来 那这两个预期寿命 跟健康的预期寿命来做比较的话 那就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大多数国家的数据 都告诉我们 健康预期寿命 男女中间的差别 是比是比较小的 比这个整体预期寿命 男女中间的差别 是比较小 那我们实际上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要用实际的数据 比较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比如说2015年 法国人65岁的时候 男性他可以预期假设 这是一个假设 可以预期活到80岁 所以他的预期寿命 就是15年 对不对 那女性可以预期活到84岁 所以女性的预期寿命 就是19年 那这样子来看 男女性别中间 预期寿命的差距 就是怎么样 4年 就4年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 健康的预期寿命 法国人到了65岁的时候 男性健康的预期寿命 是77岁 就不再是80岁了 就少了3年 而女性这个时候 是只有78岁 所以男女间 这个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 只有一年 一年 只有一年 那事实上同样的趋势 也发生在瑞典 比如说瑞典65岁的男女 预期寿命的差距是2.6年 是 但是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 也就一年 几乎不到一年 对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仔细续想想 这个差距 2.6年 0.9年 这个差距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说女性 虽然活得比男性长 但是他们在多出来的 这些岁月中间 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健康状态是不好的 就他活得比较久 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 会比较痛苦 他不健康的 时间会比较长 时间会比较 拉的比较长 是 那这个只是 我们只是从预期寿命 跟这个健康预期寿命的 这个比较 对 这是个数字上 对 那这个有没有一些 比较实证性的 这个 支持呢 那这个看法呢 在 今年5月 在今年5月 发表在这个 英国的这个 纽约刀 Lancet 它上面的一篇论文呢 就得到了 进一步的 这个 证实 也就是说 研究人员呢 用2021年 有一个叫做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的这个资料库 就是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的这个database 用这个database 里面的数据呢 去分析了200个国家里面 影响10岁以上的人群 健康最大的20种疾病 那他们从这个 有一个很复杂的 这个计算 有一个指标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因 疾病 失能 所折损的 健康寿命 还有这样子 就说 就说你这个 这个健康寿命 有多少年 是会因为疾病 或者失能 所减短 那所以这个 简称呢 就叫做DALY DALY 这是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 用这个指标呢 来计算 死亡跟疾病 所造成健康寿命 损失的这个年数了 他们分析了20种疾病 男性 有13种疾病的 这个DALY的这个指标呢 都高于女性 是 那其中差别最大的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 这个COVID-19 新冠病毒的这个感染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缺血性心脏病 这两项是男女中间差别最大的 那接下来就是像中风 像这个阻塞性肺炎 交通事故 糖尿病 肝癌 肺结核 肾脏病 跌倒 还有跌倒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原因了 失聪 呼吸道感染 这几项都是属于男性 特别高的 就是说男性 因为得了这些病 造成健康预期寿命 折损 减少 那女性有没有比较高的 那女性也有比较高的 那我们看看女性高的是什么呢 大部分是下背痛 back pain 就是背痛 就是背痛 忧郁症 头痛 焦虑 骨骼疏松 失忆 跟艾滋病 艾滋病是女性比较多 对 那这里面可以看 这影响女性的这个健康寿命了 那这里可以看出来呢 女性 影响女性比较大的这个疾病啊 大多数一些是像什么骨骼啊 心理健康啊 头痛这些 都是非致命的 就不容易造成死亡的这个病 而男性呢 得到的都是那些比较容易导致死亡 还有我感觉这样听下来 女性的好像她多半是容易一种得到的是病症 对 就是痛啊 身体不舒服 头痛 但是不会死亡 就不舒服 不健康 被痛 焦虑 这看起来都不是真正的一个单一的病 它只是一个征兆 对 那但是呢 你有了这个征兆 你就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是都是 就是说等于女性在年老的时候 她的那个不健康的岁月里面 伴随着她不健康的岁月里面 大部分是这些毛病 大部分这些 但这些呢 因为不致命 是 所以女性还是可以活得比较长 女性还是过得比较长 男性就是 男性很容易得了 血血管啊 呼吸道啊 肝啊 得了就死了 还有交通事故 还有交通事故 那这个男性的寿命就比较短了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 这本书是我们现场的周成功老师 他在天下文化出版的一本书 副题是周成功教授的十三堂探索之旅 这十三堂探索之旅 是在书里面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实际课堂的第49堂 这堂课认识男女性别寿命的差异 方才提到 2024年5月 就是今年 很接近了 就是四个月 四个多月之前 在柳叶刀 Lancet 期刊上面发表的这篇论文 我们再把这个论文的主旨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对 就这个主要的就是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数 就是说因为疾病失能所折损的健康寿命 我们前面讲就是说女性虽然可以活得比较久 但是他健康的预期寿命 其实是没有那么久 跟男性差不多的 跟男性只比男性高一点 但是预期寿命可以比男性高很多 所以表示他比男性多出来的这些岁月中间 是不健康的时候 是他会受到一些疾病的困扰 就是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那根据这个2024年的这篇论文 他就去分析这个 就是说健康的寿命 因为疾病失能折损的这个年数 年数 就是所以你看到这些 我们就会发现的男性得到的这些 这个疾病的这个叫DALY的这个指数 哪一些疾病这个DALY的指数比较高 主要都是那一些心脏血管疾病 中风 交通事故 糖尿病 肺癌 肝硬化 结合病等等 就是这些就是都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说你得了这些病 你就不再健康 不再健康 你事实上就死了 你死亡率就比较高 所以你的这个预期的寿命呢 就会变得比较短 那相对的来讲呢 相对的来讲 对女性来讲呢 都是一些比较非致命的 但是很不舒服的 比如说背痛 比如说忧郁症 比如说头痛 焦虑 骨质疏 骨质疏 失忆 这一些 就是表示这个女性在老年的时候 她的寿命的确比男性长 但是她比男性多出来的这些岁月里面 她会受到这几种 这一些非致命性疾病的困扰 这里面有一个艾滋病 我总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老年人的照顾 会出了问题 也就是比如说注射 针筒没有消除完 这个也有可能 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没有能力 要是被动的 照顾他们的人 一旦疏失 就可能把 这个有可能 因为整个的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里面 它没有分的那么细 它是分这个大项 就我们看不出来 就是说确实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你刚刚这样做一个猜想 基本上是合理的 这因为老年的妇女不大会从事这样 对对对 我们无法想象的这种性活动 对 好 那么哪些疾病在什么年纪 才会出现在男女性别中的差异 往这个方面 就是大多数对男性或者女性比较大的疾病 像忧郁症 像这种交通事故 其实从青少年 其实就可以看到 这个性别的差异 但是随着年龄的成长 男女之间 这种健康差异会持续扩大 会持续扩大 所以当女性的寿命变得更长的时候 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 是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不健康的状态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现在做这方面探讨的人 好像我没有看到什么很特别的 这个好的说法了 就是说为什么女性活得比较长 但是到了晚年 反而容易这个病痛缠身 那我自己就有一个猜想 我自己就有一个猜想 就是说过去我们在讨论 这个人为什么会老 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我曾经说过 有一个演化生物学的理论 这个理论叫什么呢 这个理论叫做维持年轻活力 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这个理论就是假设 假设我们人在演化过程中间 一定会演化出来一些 对维持年轻生命运作 非常重要的基因 非常重要的基因 那这些基因的功能 能够增加年轻生命的活力 但是在基因运作的过程中间 难免它会对身体 产生一些潜在的伤害 潜在伤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伤害呢 在年轻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它的影响 对身体的影响看不出来 但是呢 因为它是潜在的 所以到了老年的时候呢 这些潜在的因素 那个潜在就慢慢浮现出来了 让我们身体产生各种 这个病痛 我又提到了呢 我说这个理论呢 对我们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呢 其实不陌生 不陌生 中国大家想想看 中国年轻妈妈生产之后 传统上都要做月子 调养身体 对我来说 这个生产之后 要做月子调养身体 其实它背后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说呢 年轻妈妈生产之后呢 如果不做月子 那老人家呢 就会常常说 你现在不做月子 也许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老了就要吃苦头了 但是呢 到老的时候呢 就会尝到苦头了 所以这个做月子背后的道理 正好就呼应了 我们前面的这个理论 就是说维持年轻活力 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简单的说 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的这些基因 对年轻妈妈当然非常重要 那这些基因 在运作的过程中间呢 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间呢 难免对身体呢 就会产生一些潜在的伤害 所以生产之后 做月子的目的 就是在调养修补 因为生产而造成身体上 产生的那些潜在的伤害 免得这些潜在的伤害呢 到了晚年的时候呢 这些潜在的伤害呢 才一一现身 让我们身体呢 百病重生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数据 这些分析都是西方的例子 是 所以我就想到呢 我说这个西方的妇女呢 生产之后不做任何调养啊 不止如此 就我的经验啊 我的见闻跟经验加起来 西方的妇女在坐月子这件事情上 还有相反的操作 她一生完孩子 身体就感觉燥热 她吃冰淇淋 我碰到过 至少是有三个妇女 就是很快的就吃冰淇淋 一桶一桶爆 就是顺西方妇女生产之后 不做任何调养 这个会不会就是呢 造成他们虽然寿命变得长 但是年老的时候呢 反而会有更多病痛的原因 那这个这种对东西文化 影响身体健康的这种对照的研究 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只是我们在台湾现在 好像比较很少人去注意到这一点 比如说我说在台湾的妇女 坐月子跟不坐 就是我们可以问这个老人 老人家了 就是年老的妇女 在她年轻的时候 坐月子或者不坐月子 坐足了没有 跟她现在的这种生理的 这个健康的状态 中间有没有一个可能的因果的 这种关系在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还有美国的很多 我们熟悉的职业运动 比如说NBA篮球 或者是那个football 橄榄球 那个冲撞都很激烈 那个对身体 我觉得那个伤害 比那个不坐月子的妇女 可能更大 所以那些做运动的人 到了老年的时候 还有格斗剂 那个MMA 对 这些其实都是 逃死里打 就等于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这个结构 或者很多基因 必须帮助你 你的肌肉变得更强壮 对抗性很高 但是除了对抗 直接对抗造成的身体的这个伤害之外 可能这个在让你的身体变得可以对抗的那个情况下面可能就已经产生了一些潜在的副作用 在人短短的一生之中 也许十几二十岁所造成的这种比较巨大的或者比较持续的体能体能上面的这个这个冲突 甚至伤害 那会在他这一生之中 让他的基因也改变吗 不是这个通常是在基因不会改变 那我们讲的是说有一些基因的作用 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是慢慢慢慢累积的 累积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 他才会发作 他发作 我们说你得病了 但是你得病之前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前 这个病因就已经种下来了 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是后天的那个影响 所以后天的影响跟先天的影响中间会不会有一个交错的这个作用 对就是后天的这个仍然是有可能的 仍然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这一方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未来去探讨的一个 这我只能说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 病痛也为什么如此神奇 这样